东莞处为了确保到访三仙台民众的安全 去年5月开始进行风桥修缮 在去年年底修缮完毕 开放民众再次登桥 而东莞处也表示说 欢迎民众到访登桥前往三仙台岛 还有欣赏太阳宝宝油桶以及灯塔的风采 去年5月时 交通部观光局东部海岸国家风景管理处 为了确保民众的安全 针对辖内的三仙台拱桥 进行的风桥维护工作 而整个维护的工作 一直到去年底才完成 并赶在跨年前重新开放 而今年元旦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 来到三仙台等日出 以及登桥前往三仙台岛 欣赏太阳宝宝的油桶 以及灯塔的风采 东莞处表示 八拱桥至去年底重新开放后 桥墩的亮丽颜色与海浪曙光相会映 让许多热血的民众都会跨桥登岛 或到岛上的灯塔上 也欢迎所有来到成功游玩的民众 可以来到三仙台来登桥体验 或是可以利用网络的即时影像平台 欣赏三仙台的美景 记得陈建林成功证报道